Hello大家好,我是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提到Evalon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那在将近半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期Evalon的视频 那跟大家讲过,我认为Evalon最值得购入的12样单品 那随着过去半年间呢,我陆续购入他们家更多的单品 然后对他们的使用心得也逐渐有一个积累 那如果你是从来没有接触过Evalon这个品牌 然后又对他们家的单品感兴趣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我今天会把这个我推荐的范围会缩窄 那我会来告诉你他们家必入的单品 那大家都知道,时尚行业是一个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行业 比如生产牛仔裤会对水资源造成污染 还有焚烧过剩的衣服也会对空气造成很大的污染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Evalon非常注重衣服的品质 那一件品质过硬的衣服往往在衣橱当中停留的时间也更长 它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那还有就是基础款更不容易退流行 那使用的频率和在衣橱当中停留的时间也会更久 那这里的品质我主要指的衣服的材质还有它的版型 那Evalon非常注重衣服的材质 那它们90%的衣服都是选择的天然材质 比如棉,那其中很多棉都是选用的有机棉 还有针丝,亚麻,羊毛,羊绒这样的天然材质 那天然材质的衣服穿起来会更舒服 所以它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那在衣橱当中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 那Evalon还非常注重衣服的版型 那一件版型过硬的衣服 往往利用率也会更高 那同样是基础款 可能有些人就会问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Evalon 购买优衣库不是更方便吗 那当我在构建自己的基础款胶囊衣橱的时候 Evalon和优衣库都占有了非常大的比例 那我认为这两个品牌是能够互相补充的是缺一不可的 那从它们的价格差距 我们就不难看住这两个品牌 在剪裁和材质上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比如一条牛仔裤 在优衣库会卖到四十欧 但在Evalon就会卖到一百欧 甚至一百欧以上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 那Evalon家的牛仔裤 会比优衣库家的牛仔裤 从剪裁用料上更加优秀 所以当我在选择一条 剪裁和材质都比较优秀的裤装的时候 那Evalon就会成为我的第一选择 但是当我在选择一些 内搭或者是配饰时 那优衣库就是不错的选择 比如它们家Hatech的内搭 还有它们Erysum的T恤 那还有它们每年都出的 优衣库U的单色T恤 那它的质量好 剪裁好 而且价格便宜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进入正题 那我来讲一下 我认为Evalon必入的单品 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Evalon家我认为最值得推荐的 就是它们的裤装 尤其是牛仔裤 那牛仔裤当中最出名的 我认为应该是Nighties Chicky Jeans 那Original Chicky Jeans也很出名 而且这两款裤型是非常相似的 那首先是它们都是直筒裤 那区别就是 那这款是Nighties 区别就是Nighties它的机扣处 不是拉链的设计 而是机扣的一个设计 那Original Chicky Jeans 那它是拉链的一个设计 还有它们的区别就是裤筒 那Nighties不明思义 它就是更加有复古感 所以它Nighties的裤筒 是有一定余量 是有一些宽松的 而Original Chicky Jeans 它的裤筒会更加的贴合腿 补线条 还有Nighties它的用料 会更加的硬挺一些 它的弹性会更小 所以Nighties对我们腿型的 一个塑形的作用会更加好 那我仔细想一下 这两个版型牛仔裤 我的穿着频率 那我认为还是这款Nighties的 复古蓝的牛仔裤 我对它的穿着频率是更高的 因为我更喜欢Nighties的 这种复古的版型 那这款牛仔裤 它的搭配性也非常强 可以和各种鞋子做搭配 比如平地鞋 小白鞋 靴子 或者是乐福鞋 那Nighties这款牛仔裤 一直可以在官网买到 那它们每年都会出新色 而且也会进行一定的改良 那这款牛仔裤 它有三个长度可以选择 那我穿的尺码是24码 然后长度 我选择的是中间那个长度 那它们家还有一款牛仔裤 我认为也值得大家关注 那就是这款V Hygiene 那这款相比于Nighties 应该算是比较新款的了 大概出了有一年多 那我一直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 直到最近它打折 我才入手 那这款裤子 它最大的特点 应该就是它的高腰的设计 那Avalon在品牌信息里 有写到 这款牛仔裤 是他们家所有牛仔裤里 最高腰的了 那它的版型是这种 腰部和臀部都非常的合适 非常的修身 然后它的裤筒呢 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筒 有点像Mama Jeans 那它们家其他的牛仔裤 我都是穿24码 那这码我穿到的是 它们家最小码 23码 所以说这款牛仔裤 它的码数应该是偏大的 那23码穿在我身上 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而且这款牛仔裤 它的搭配性也非常强 可以和各种鞋子做搭配 乐福鞋 靴子 平地鞋 小白鞋 所以它搭配性还是非常强的 那我的这款 这个颜色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 就是它在这个裤筒 这个毛边的设计 那我一直也是在寻找一个 有这种毛边设计的牛仔裤 那我认为 它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我也希望 它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加 它的毛边不要 就是脱落的过多 那我可能在洗涤的时候 会把它放在洗衣袋里洗 那希望可以减轻它毛边脱落的 这样一个频率 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款牛仔裤 因为是我刚购入的 所以我对它的穿着体验还太少 那只不过是第一印象 非常好 那随着以后 我对它的穿着体验的增加 我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分享 那除了他们家的牛仔裤 我还非常推荐他们家的长裤 那尤其是这款 white leg pant和这款 street leg pant 那我手上有的都是 他们家的旧款 那他们已经又对 在旧款的基础上 又进行了一些改良 然后又重新推出了 所以现在他们卖的是目前他们的新款 那首先他们的改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良 就是他们在用料上 那我的这两款都是纯棉 普通的棉 那新款的面料是用到了有机棉 所以我想舒适度也许会更加的高 那首先就是这款street leg pant 我看他们官网新款的图片 那看到他们的这款street leg pant 它的裤筒应该是比这款旧款的要更宽一些 所以我认为新款会更好看 还有就是他们的腰部应该是更加的高腰了 因为他们的扭扣变成了两个 那还有这款white leg pant 那从官网图片上看 我看到他新款应该是裤筒 要比旧款的要窄一些 那我认为还是旧款的更加好看一些 还有就是他们推出这两款裤子的新款 那也同时推出了不同的颜色 很多非常漂亮的颜色 那这两款裤子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臀部的两个大口袋的设计 那这两个口袋其实能够提高你的臀线 能够起到修饰你臀部线条的一个作用 那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这款裤子它的面料非常的硬挺 所以它能更好地修饰你的腿部的线条 而且它的面料硬挺 那显得这款裤子它的质感非常的好 那除了他们家的裤装 还非常推荐他们家的鞋子 那我几乎所有的鞋子都是来自Evalon 那我最推荐的就是他们家这双小白鞋 那我的这双是米白色的 那我认为米白比纯白更耐看 还有就是这双鞋它舒适度很高 颜值也很高 而且搭配性很强 它可以和各种牛仔裤做搭配 那我的这双我是按照我平时常规的码数买回来的 但发现有点大 那然后我就在里面垫了一个毛粘垫 那这双鞋我几乎都是在冬天穿 然后非常的保暖 然后夏天天气暖和的时候会穿他们家同一款式的另一个颜色 那就是这双有点像德逊鞋的 那这双它这个颜色在他们家已经是不再卖了 那所以说他们家这款鞋 这双是他们的常规色 所以一直可以买到 那其他的就是每年会出一些新的颜色 那还有一款他们家的鞋我非常推荐 就是他们家的平底鞋 那他们家这双鞋也是意大利制造 那他们家几乎所有的牛皮鞋都是意大利制造的 所以说在品质上还是有保障的 那他们家平底鞋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舒适度非常高 鞋底非常的软 还有它的皮质也非常的软 那我的这个版型已经是不再卖了 但他们家有一款常规的是叫Deglav 那是他们家一直在出一直在卖的一款式 但是我还是觉得之前这个旧款要比他们家Deglav要更加漂亮一些 那他们家也出了非常多经典的靴子 那比如我有的这双切尔西靴 就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款式 但很可惜那这双鞋他们目前已经不出了 但是所以这我很不能理解 因为我认为他们完全可以把这双鞋做一些改良 比如说在鞋底的部分增加一些纹路 来提高它防滑的能力 还有就是在鞋子的底部呢 增加一个软垫来增加它的舒适度 那如果进行这两项改良 其实这双靴子就是一双非常完美的靴子 那我不都不说它的版型 它的鞋型是非常经典 是非常优秀的 那Avalon也时不时的会把他们之前卖的比较好的款式 拿出来重新卖 那也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双鞋也重新拿出来卖 那第三个我推荐他们家的品项就是他们家的包包 那我目前有的这款包包应该是他们家最经典的包包之一 应该是没有之一 那它的颜值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好 它是一种吸铁的设计 但很可惜这款包包它目前也没有在卖 它新出了一款包包颜值也很高 但是我觉得跟这款相比应该是还差了一些 还有就是新出的那款它的肩带呢过短 就是不可以斜跨着呗 那我认为对我来说就不够的实用 那他们家我目前有的两款夏天的包包也是来自Avalon 那我认为虽然目前他们家的包包并没有什么我推荐 还有我喜欢的 但是我认为他们家的包包仍然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品项 那第三个我推荐Avalon家的品项就是他们家的羊绒山 那注意这里我说的是他们家的羊绒山 那不是羊毛山也不是含有人造材料 或者是马海毛羊驼毛的针织山 那之所以提到他们家的羊绒山 是因为羊绒的材质会比羊毛或者是羊驼毛马海毛 还有人造材料的会更加的舒适度更高 还有就是它更加的不容易祈求 那Avalon家的羊绒山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他们家的款式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多 还有就是他们家很多羊绒山都是在基础款的基础上 有一些小小的设计 那比如我身上穿的这件亨利领的 那他们还有这种抛楼山款式的 那还有这种半高领的 那它在袖口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小好的设计 还有在衣摆处也会有一些小好的设计 那还有这种基础款的就是非常适合来做内搭 那它在袖口处也有一定的设计 就是它是这种收口的设计 那Avalon家的羊绒山衣是品质比较好 还有就是选择的款式非常多 那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家在圣诞节前后 或者是换机的时候会经常打折 所以100欧出头可以买到一件羊绒山 我认为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以上就是我推荐的Avalon家的四个品项 还有若干的单品 我认为这是他们家必入的单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咯